欢迎大家收看两韩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贝卡、安德拉德赢得跳马世界冠军 阻止了拜尔斯再次获得世锦赛金牌 美国担心加拿大与印度就希克教活动家被杀意识的争端 可能会颠覆其对抗中国的战略 中国的旅行者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对海外旅行的热情 朝鲜、俄罗斯铁路交通激增 暗示军火供应、智库 在与阿富汗的决赛中 由于雨水停止比赛 印度在亚洲运动会板球比赛中获得金牌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雷贝卡、安德拉德赢得跳马世界冠军 阻止了拜尔斯再次获得世锦赛金牌 美联社 巴西的雷贝卡、安德拉德在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女子跳马比赛中获胜 阻止了西蒙、拜尔斯获得第二十二个世界冠军头衔 拜尔斯尝试了他困难的招牌跳马 Yorkenko双蹦跳 但在着陆时摔倒了 安德拉德以0.21分的优势 通过出色的Chem跳马赢得了金牌 拜尔斯获得了银牌 而韩国的柳瑞珍获得了铜牌 拜尔斯成为第一个在世界锦标赛上完成 Yorkenko双蹦跳的女选手 这个动作现在被称为拜尔斯二 尽管摔倒了 但拜尔斯的跳马其实分很高 使他仍有机会争夺奖牌 拜尔斯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赢得了创纪录的35枚奖牌 美国担心 加拿大与印度就西克教活动家被杀意识的争端 可能会颠覆其对抗中国的战略 加拿大环球邮报 担心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争端 可能会干扰美国的印太战略 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表达了忧虑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声称 印度政府可能与温哥华附近的一个西克分离主义者的被杀有关 美国官员多次敦促印度在调查中合作 但印度对此置之不理 这场争端可能会对印太战略产生影响 该战略旨在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自信态度 加拿大和印度对于美国领导的团结 对抗中国的努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旅行者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对海外旅行的热情 南华早报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国际旅游市场正在恢复 最近的国庆假期内出入境旅游达到1180万人次 然而 这一总数约为2019年同期注册人数的85% 低于政府的预期 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交通仍然较少 而香港 澳门 泰国 新加坡 日本和韩国 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和跨境旅行者来源地 只有当航班和机票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 并且人们感到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时 恢复才会完全实现 朝鲜 俄罗斯铁路交通激增 暗示军火供应 智库 路透社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超越平行项目报告 朝鲜与俄罗斯边境的铁路交通量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表明朝鲜可能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边境城市罗仙的一个铁路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货车 该报告指出 铁路交通量的增加很可能意味着朝鲜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弹药 这是两国领导人最近峰会上讨论深化军事合作后的结果 美国和韩国对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忧 认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在与阿富汗的决赛中 由于雨水停止比赛 印度在亚洲运动会板球比赛中获得金牌 美联社 在亚洲运动会男子板球比赛中 由于下雨 印度在决赛中对阵阿富汗的比赛被中断 由于印度是种子队伍 决定将金牌授予印度 这是阿富汗在运动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银牌 印度的女子板球队也在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 完成了对板球比赛的全面横扫 亚洲运动会将于周日闭幕 还将颁发三枚金牌 中国将无法超越其在2010年运动会上 获得的416枚奖牌的记录 在俄罗斯核威胁问题上 普京让其他人来挥舞刀剑 纽约时报 俄罗斯强硬派一直主张使用核武器来恢复西方对俄罗斯实力的恐惧 但是普京总统迄今为止没有加入他们的呼吁 尽管他继续保持核打击的威胁 但他对核武器采取了更加细致的态度 对于这种策略变化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普京可能因为去年美国官员对潜在核爆炸的担忧而受到了反弹 因此受到了警告 他在乌克兰战场上可能也更加自信 减少了依赖核威胁的需求 此外 他可能暂时不发出新的威胁 以便在发出时更加受到重视 尽管采取了这种更加温和的态度 普京并没有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并最近提到俄罗斯成功测试了一种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 俄罗斯强硬派一直呼吁加强对俄罗斯核武库的恐惧 以迫使西方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退缩 自2019年以来 由多数党领袖舒默带领的美国参议员将进行首次国会访华 多伦多星报 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率领的美国议员代表团于周六抵达中国 这是自2019年以来 美国国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 此次访问是在中美官员试图为可能在11月份举行的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奠定基础之际进行的 这个由三名民主党人和三名共和党人组成的六名参议员代表团 乘坐美国政府的飞机降落在上海 顺利的访问可能有助于卫拜登习近平峰会铺平道路 该峰会将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 从改写《1984》这本书中我对当今的愤怒文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卫报》小说家桑德拉·纽曼在《卫报》上写道 他将乔治·奥威尔的《1984》重新想象为女权主义在讲述 结果遭到了右翼滥用 纽曼受奥威尔的遗产邀请写这本书 他说滥用言论从项目公布开始就开始了 尽管这本小说尚未出版 但滥用言论包括了对女性和犹太人的攻击 纽曼认为他所遭受的滥用是右翼人物 包括唐纳德、特朗普、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弗拉基米尔 普京使用的威胁性语言的一个例证 金宇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 外交政策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金宇正是韩国学者李承云、桑雍丽新书的焦点 这本书的标题是姐妹 朝鲜的金宇正 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 探讨了金宇正在朝鲜政权中掌权 以及她作为事实上的副领导人的职能 李光耀强调了金宇正 金宇正作为强大的宣传和股东部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Department 负责人的角色 该部控制和指导所有朝鲜媒体 她还详细介绍了她参与该政权 对韩国和美国的攻击 这本书揭示了金氏家族和朝鲜精英的内部运作 以及该政权对其血统的痴迷 金宇正作为统治王朝成员的地位 给了她一定程度的安全感 但李光耀警告说 朝鲜唯一真正安全的人是领导人自己 金宇正 金宇正 作为核武国家潜在领导人的未来 是不确定的 因为她的兄弟金正恩 已经开始提升自己的女儿的地位 暗示她可能会将国家传给她的一个孩子 总的来说 这本书对金宇正在朝鲜政权中的作用 进行了详细而批判性的审视 她提供了对她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见解 以及她未来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 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朝鲜政治动态 和金氏家族统治的人来说 这本书是宝贵的资源 舒默在与美国紧张关系中 开始中国之行 希望能与习近平会面 路透社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作为一名两党国会代表团成员 抵达中国 此次访问的目标是推进美国的经济 和国家安全利益 代表团希望能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舒默的重点将放在为美国企业 在中国提供对等待遇上 同时保持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 先进技术领导地位 此次访问是继拜登政府高级官员 之前的访问之后进行的 中国对舒默的访问表示欢迎 希望能够加深美国参议院对中国的了解 并促进两国之间的对话 拜登政府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实施了限制措施 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已经变得不可投资 俄罗斯计划废除全球核试验禁令 特使宣布 英国独立报 俄罗斯宣布计划撤销对1996年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批准 美国对此举进行了批评 指责俄罗斯危及了禁止核试验爆炸的全球规范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BT已被187个国家签署 但在8个特定国家签署并批准该条约之前 该条约无法生效 印度女子卡巴迪队获得金牌达到100枚奖牌目标 路透社 当印度女子卡巴迪队在对台湾的比赛中获得金牌时 印度实现了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100枚奖牌的目标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向该队表示祝贺 并称这是一项重大成就 目前 印度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四 领先于第五名的乌兹别克斯坦 落后于中国、日本和韩国 卡巴迪是一种起源于印度的游戏 类似于标签和橄榄球的结合 印度设定了在本届比赛中获得100枚奖牌的目标 比赛将于周日结束 中国经济疲软 但随着假期旅行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经济得到了暂时的提振 美联社 中国的旅游业在最近的八天国庆假期期间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为该国陷入困境的经济提供了暂时的提振 假期期间 旅游收入达到了约7530亿元人民币 1030亿美元 比2019年增长了1.5% 比去年疫情限制期间增长了130% 由于人们选择在国内旅行 国内旅游业受益于国际旅行复苏较慢的情况 然而 中国的经济仍面临着房地产危机和青年失业率高等挑战 中国初创企业的机器人服务员已准备好在全球接单了 日经亚洲 中国初创企业浦都机器人计划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两座工厂 以满足对其机器人服务员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两座工厂预计将于2025年投入使用 将使浦都机器人的产能增加两倍 每年可生产约15万台机器人 迄今为止 浦都机器人已交付约7万台机器人 其中自2022年2月以来交付了1万多台 海外客户占浦都机器人销售额的80% 该公司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销售量将超过10万台 中国的工厂正在迁移 但并非迁移到印度或墨西哥 华尔街日报 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 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 与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相比 随着公司在中西部省份寻找更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 低成本制造业正在远离中国的海岸地区扩张 由于美国关税导致工厂成本上升 以及中国沿海大城市专注于高科技产业 这种迁移加速了 因此 中国内陆省份的出口繁荣 超过了潜在竞争对手的增长 尽管中国仍面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 和外国投资下降等挑战 但预计再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继续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参与者 制造业向中国内陆转移的原因包括 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 更便宜的工厂空间 以及沿海城市的更严格规定 与沿海地区相比 中国内陆的劳动力成本较低 因为由于员工竞争加剧 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 此外 公司被某些地区更便宜的工厂空间 和特定行业的存在所吸引 然而 中国沿海省份 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强大动力 截至8月 出口额达到2.7万亿美元 尽管西方国家正试图减少 对中国制造商品的依赖 但经济学家认为 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 将是具有挑战性的 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 仍然相当大 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 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受益于其规模 其工厂能够生产各种商品 并降低成本 此外 中国工厂可以获得廉价贷款 和庞大的供应商队伍 越南 印度和孟加拉等新兴制造业国家 面临与中国竞争的重大挑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包括体操锦标赛 美国担忧加拿大与印度的争端 中国旅游业的恢复 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交通激增 印度在亚洲运动会上获得金牌 普京对核威胁的态度 美国参议员访华 1984的滥用 金与正的危险性 中国经济的提振 中国机器人服务员的全球接单计划 中国制造业迁移 以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体操锦标赛上的精彩表现 巴西的雷贝卡 安德拉德击败了西蒙 拜尔斯 赢得了女子跳马世界冠军 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安德拉德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金牌 阻止了拜尔斯再次夺冠 虽然拜尔斯在比赛中摔倒了 但他的表现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这场比赛展示了体操运动员们的顽强拼搏精神 和出色的记忆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 美国对加拿大与印度争端的关切 美国担心这场争端 可能会干扰其对抗中国的战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声称 印度政府可能与一名 希克分离主义者的被杀有关 这引起了美国的忧虑 因为加拿大和印度 在对抗中国的努力中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希望加拿大和印度 能够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以确保他们 在对抗中国的战略中的团结 在旅游方面 中国的旅行者 对海外旅行的热情尚未完全恢复 尽管中国国际旅游市场正在逐步恢复 但最近的国庆假期内 出入境旅游人数 仍然低于政府的预期 这意味着 旅游业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包括航班和机票价格的问题 以及人们对自己经济状况的担忧 然而 香港 澳门 泰国 新加坡 日本和韩国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和跨境旅行者来源地 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交通激增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据报道 朝鲜与俄罗斯边境的铁路交通量 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引发了对朝鲜向俄罗斯 供应军火的担忧 这对美国和韩国来说 是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他们担心 这会违反联合国的制裁 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在亚洲运动会上 印度队在板球比赛中获得了金牌 这是一项重大成就 印度队在决赛中对阵阿富汗 由于雨水的原因 比赛被中断 根据规定 印度被授予了金牌 这是阿富汗在运动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银牌 印度的女子板球队也获得了金牌 完成了对板球比赛的全面横扫 印度队的出色表现 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于普京对核威胁的态度 我认为 他正在采取更加细致的策略 尽管他继续保持和打击的威胁 但他并没有加入 其他俄罗斯强硬派的呼吁 这可能是因为他受到了 去年美国官员的警告 也可能是因为 他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自信心增强 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更加温和的态度 但他并没有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并最近提到 俄罗斯成功测试了一种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 普京在核问题上的发言和行动 美国参议员代表团 对中国的访问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是自2019年以来 美国国会代表团 首次访问中国 对于两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来说 具有重要意义 参议员代表团 希望能够推进美国的经济 和国家安全利益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次访问有助于为拜登 习近平峰会铺平道路 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 提供了新的机遇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中国 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 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 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对手 随着制造业向中国内陆转移 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中国内陆省份的出口繁荣 超过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增长 尽管中国仍面临一些挑战 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 仍然十分重要 中国拥有庞大的工厂和供应链 可以生产各种商品 并降低成本 虽然一些新兴制造业国家 面临与中国的竞争 但要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 并不容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和分析 我希望你们通过我的介绍 对这些新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